现在灰指甲给我们造成了灰色恐慌,以前人们对它了解不多,然而有灰指甲的人也不在少数,但是人们都觉得灰指甲没什么大不了。 到了现在,人们越来越注重外表的美观,因此,灰指甲给人们带来了不同以往的心理压力,并且它的传染特别迅速,尤其是到了夏天。 灰指甲高发的季节,有更多的人受到了灰指甲的困扰,大家想必都想要知道,如何才能去除灰指甲吧? 灰指甲如此可怕,无非也就是两个方面,一,它的难根质性和异传染性,我们都听说过得了灰指甲,一个传染两只句话吧? 其实它真的很显实,灰指甲的传播途径很多,只要一旦真菌细菌感染,再加上护理不够,或者是个人平常不注意卫生,很有可能感染灰指甲,而且,它是很顽固的,这也就是它的难根质性,一个星期别的方法基本上见效很难。 所以,很多人身受灰指甲困扰,却不知道如何是好,现在的人们越来越注重这些方面了,如果一个人的指甲变得坑坑娃娃颜色变黄变黑,它就会自己给自己一种压力,不愿意在人多的时候把手伸出来,生怕受到同是同学一样的眼光,因此,它就会躲避一些情况,进而造成更大的心理压力, 给它的生活还是学习,或者是工作带来巨大的影响。 那么,灰指甲给人带来了这么恶劣的影响,随着科技的进步和人们的越来越注重,灰指甲变得不再无药可依无路可走。 下面给大家介绍几种方法。 一,手术拔甲,这可以说是最传统的方法,就是直接倒上麻药,然后用手术前拔掉,后期再好好的保护,消毒,等指甲重新长出来就好。 但是,它有很多的弊端,首先就是很疼,如果实在太怕疼就不要尝试了。 其次,它很有可能后期会导致感染,一旦感染的话,伤口就很不容易好,新的指甲就不容易长出来了。 还有一点就是,如果太注重评向的人拔甲的话,会有一段时间很影响美观,因为新的指甲长出来需要时间,在这个阶段内,可能不是很美观。 二,内服药物,再直接一点的方法,也就是吃药,比较简单快捷省事。 但是,药物对细菌的不是很全面,范围比较小,因为如果孕妇,糖尿病患者是不能服用这类药物的,所以他们患病了就不能吃药,由于该方法的副作用比较大。 尽管它简单省事,但是使用人数也是微乎其微,随着科技的发展,中草药越来越有了很大用途,在挥指甲方面也有了很大的突破。 在一看《中国皮肤真菌学》中,介绍的一款杀菌套装,牛教授讲医生杀菌套装,就对挥指甲有很好的效果。 它采用的是传统手法,提取,有蛇床子,黄板,酷身等多种药草挥指甲。 它的渗透性强,挥指甲患者有九成以上被治愈,而且不会反复发作。 并且,因为提取严格,它的企业也被政府授予315成新研发单位,现在很容易找到,只是动动手指,就可在桃鼠上找到。 虽然挥指甲很顽固,还是要用对方法,才能更好地解决挥指甲。 而且我们日常生活中,也要预防挥指甲,一要保持好多人卫生,有一个良好的卫生习惯。 二,不要让自己处于抑郁感染的环境,例如细菌肥肠多,亏指甲患者很多,尽量变演。 三,尽量少吃些那类刺激性食物,多运动只有这样,才能提高自身的免疫力。 更多健康方面的知识,欢迎点击上方关注按钮,想要了解哪方面的知识,留言告诉我们吧。 说不定下个选题,就是关乎你的健康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